多了 博学 百家姓 第六十集 人姓 人必识 退步 人士 是五千余年前 皇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士之一 是一个十分古老 而又具有光荣传统的姓士 很多姓士都出自人士 在人姓这个大家庭中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革命家 人必识 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人必识 是湖南秘罗人 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 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始终铭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从来不借自己的地位 去处理自己的私事 也教导孩子们时刻警惕 1948年的一天 人必识的女儿远志 发现弟弟远远的自行车 油漆拖了 就想坐个车衣 于是请人必识的警卫员 小少去领部 这事不知怎么被人必识知道了 他把小少叫到办公室 我家今天领东西了 是 领了六十百步 谁领的 做什么用 远志说要的 给远远的小自行车缝车衣 人必识听了 很不高兴 叫小少把远志和远远找来 远志和远远 不知道父亲找他们干什么 蹦蹦跳跳的来到办公室 你们为什么要坐车衣呢 因为远远的车掉漆了 我怕生锈 就想坐个车衣挡一挡 现在还在打仗 前线需要物资支援 将来解放了 建设新中国也需要钱 毛主席号召节约每一个铜板 他带头穿补定衣服 你们去领部给车做衣 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听了爸爸的话 姐弟俩的脸顿时红了 我们这就把布退回去 这才是爸爸的好孩子 你们要记住 爸爸是党员 是领导干部 所以更要以身作则 你们也要配合爸爸 要学会勤俭节约 把东西 用在有用的地方 继续 感谢观看